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上回书说到 刚才武力军说 大唐营撤走了 上哪去了呢 能到什么地方 可千万别被武力军找到 这个丫头 他那个荷花锤里边喷的什么玩意儿 人一闻上就昏过去 还有那个余文虎 他个棍也有消遣 糟了 陆静欢着急 那么山陵玉哪去了呢 书中安表 山陵玉可足智多谋 由于昨天这一战 先锋营实力损失一千多人 先锋官 柴人被擒 柴翼阵亡 王小义 蔡向南被祸遭擒 特别是柴翼这一死 你想 要叫柴王知道了得呀 瞒着 瞒不住 怎么瞒不住啊 柴翼俩儿子在这呢 柴冲柴还 还有俩石子柴人柴凤 能不哭吗 哭哭啼啼 哭哭喊的 消息传到后边 后营人知道 柴王爷听着信 一口气没上来都昏过去 老来丧子了 这还了得呀 老来丧子 中年丧夫 这人生大悲大痛 好不容易把他窝窝醒了 老泪纵横啊 傻了都啊 这仗还能打吗 徐坤跟单陵玉商量 仗不能打了 因为什么呢 士气低落 再说新州 你不能攻 你要党敢攻城攻紧了 人家把三元将给压出来 刀压搏向你攻城 我杀人 你不敢攻吧 所以另想办法 撤兵 免得他们偷赢结战 就这样 二更一过 人嫌没马去灵 不挑火把 不点灯笼 悄悄的撤走了 撤到什么地方 一直跑出去 得有三十里地啊 都把人累坏了 一个山敖那样 挨着燕门关附近 新州附近 这块山连山 群山环抱 在个山敖里 扎下营门 放出哨兵啊 一道 两道 三道 从这个地方 一直到 新州 探马来回 穿梭一般 报告 干什么呢 在这儿 等候陆金桓消息 得把三云将救出来 再攻城 另外 如果陆金桓 真要是能够说反 武镇南 这个城不打自破 何必要攻城呢 少死不少人呢 可有一点 陆金桓知道自己把事做错了 为什么呢 陆金桓来的时候 是女伴男装 离开营盘之后 又变成女装 三天后 叫侯德志进去 去找陆金桓 山灵玉心的话 这陆金桓是女儿身 就暴露了 我得告诉侯德志一声 叫他有个准备 就这样 把侯德志叫起来 跟他一说 你知陆金桓是谁吗 是文静的姐姐 他是找他了 他俩是亲戚 知道吧 因为路上不方便 蔡女伴男装 现在为我们 恢复女儿身 到新州找他姑父去了 何德志 审美说一点头 好 何德志心想 这回可热闹 军营里添这么多女将 行了 元帅 你说他到我军营时间不长 我也没跟他说过话 他再换成女人衣服 我更不认识了 不要紧 他有小猴 小猴叫玲玲 你喊玲玲 就能找他 好了 何德志心想 我怀疑我这个元帅 说他是男的 要看他将场争杀 排兵 带队传令 是向男的 你说身旁怎么敬女呢 因为战情吃紧 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善玲玲 来见柴王也百般相劝 柴王说谁也别说了 身为大将者 难免麻隔果实让 咱们我儿子 就得全尸回去 死那军兵 见过有多少 死我儿子 我难过 是当兵的 我就不心疼 你别说了 就一样 能不能把他尸体 赶快运到太原 由太原派兵 把他送回原籍 安葬 通知他的妻子 可以 这个应该办到 叫我柴冲柴 还两个儿子 干嘛呢 护送灵车 先到太原 再奔汝南 就这样准备好官国 用兵震着尸体 带着君族 往太原走 不提 回头再说 鹿金魂 这可是第二天了 这一天呢 如作针毡 债也不是 作也不是 勉强陪着 他姑母说几句话 他姑母还领他 见见老奶奶 就是武镇南的母亲 这两太太有意思 在最后边一个佛堂内 有一个丫鬟伺候他 每天呢 就是敲没了缘 叭叭叭叭念经 陆金魂进了 也没太理 点点头 好啊 去吧 他还叭叭叭念经 吴夫人说 金魂你别过意 我这个婆母性情可怪了 没什么毛病 直到现在家这么富裕 还是粗茶淡饭 穿布衣 也不让问安 有啥事 拍丫鬟送信去 吃斋念佛 他对你啊 也不是不客气 他就是这个脾气 我知道 天将晚 吴立军回来了 脱下了 窥开甲重 洗漱以臂 来看 陆金魂 表姐 这一天上哪去了 哪也没去 我就觉得闷得慌了 妹妹啊 仗打得怎么样 嗨 没打仗 我们找了半天呢 有君族来报 是他们躲出老远老远的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便 去跟他们开兵建战 我就回来了 哎呀 真吓人妹妹 老打仗 啥啥啥 砍砍砍 得死人 多吓人呢 我好害怕 别怕 哼 打仗 我们准能胜 你怎么就只胜呢 嗨 头阵胜 阵阵胜 头阵败 阵阵败 第一仗我们就赢了 杀他们一人大将 还抓住三个呢 这是有名的上将啊 哦 妹妹啊 被押的唐将在什么地方呢 啊 他们几个人押在 刚想要说 水仙在上面打茶了 哎 我说表小姐啊 我给您送茶来了 呃 五小姐给您也送杯香茶 对对对 我还渴了呢 拿来 五力军接过来咕噜咕噜把水喝了 陆金桓接着茶就一漏 要喝 本来五力军要说被这水仙给拦住了 我说是没有 妹妹啊 你说那三元将 嗨 这你就本管了 你是文人你也不懂 一听就害怕 反正是这阵先不杀他们 等着 等将来打了胜仗 我们再宰他 好好好 我走了 武力军走了 陆金桓心想 这可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我再泰国出来 他在什么地方 可就麻烦了 明天 侯德志 他要到这找我 听消息 听情报 简短接说到了天色浆馆 桥楼定更之后 陆金桓在屋里转两圈 哎 呼啦响起来 我在到新州之前 善淋浴给我小包里边有香 有解药 哎呀 淋浴是真聪明啊 这个东西有用啊 水仙呢 啊 表小姐 水仙 今天晚上得给我父母烧几炷香 你给我准备个香炉碗可以不 香香你等着啊 水仙走了 时间不大 拿个香炉碗 里边装点米 表小姐你看放哪 就放桌上吧 哎 往桌上一放 水仙看着 眼看呢 他把包打开了 一股香抽出三支 哎呦 没有引火之物 去取了 哈哈 水仙已出去 陆金桓赶紧拿出小瓶 里边两粒药倒出来 给小猴吃一粒 自己吃一粒 小瓶悄悄地收起来 这点水仙进来 取了火石火莲火容 插插着了 把香点着 冲了灵味 拜留拜 然后插上 磕了几个头 往旁边一坐 香烟渺渺 水仙一提鼻子 哎呀 这香这么好闻 哎呀 其实我怎么眼皮硬呢 表小姐 你在这坐着啊 我在外边去 说着 转身来到外间屋 他为了听清里边动静 门从来不关太严 留着缝 他往床上一坐呀 哎呦 眼泪呀 滚滚 哈绝也来了 往那一躺 呼呼睡着了 陆金桓一听 他有了憨声 急忙出来 将背 给他盖上 啊 这玩意太好使了 他把这香炉碗拿到外间屋 就放在水仙的床头 收拾案表 这三支箱 是催眠箱 你睡了 我该走了 灵灵 走 俩出来了 随手把门关上 倒扣上 来到外边 灵灵啊 这个院没有 你能不到周围看看呢 灵灵点点头 蹭 上房 金桓把前院后院 也稍微转了转 这才回来 把礼物门关上 在这等着 接近三个 突然 就后窗户 有动静 小猴挠窗户 他赶紧把后窗户的窗帘 撩开了 这是一个小窗户 是纸糊的 灵灵挠窗户 已经把窗户捅过窟了 姑娘赶紧上床 蹬着床 趴着后窗户 往外观看 这是二楼啊 她站在床上 哎呀视线非常好 一看灵灵啊 正在窗前的树叉上 冲她白手呢 她瞧起来 她把窗户指窟窿 抠得稍微大一点 往远处眺望 哎呦 远处 是一座花园 哎呀这花园呢 挺亮堂 为什么呢 在梁亭呢 点了一盏灯 闫夜之间有灯 再有月亮 所以照得通明 在她视线内 看见有梁亭 有太湖石 四季不屑之花 八戒 长青之草 林亭在树上 我那院指 指什么呢 又看了一会儿 挨墙那块 小脚门旁 是小房 挺矮 门一开 大里边走出个人来 这是个老人 弯腰驼背 手里滴楼这么大个包 离远也看不清是什么 只见这个老人一出来 前后左右四下洒 那个意思 好像挺害怕 看完了又锁回去了 一会儿又出来了 咳嗽一声 花园静悄悄 一点动静没有 老人呢 过了这个梁亭 再往前去 就来到太湖石旁 当太湖石者 止住脚步 又往周围看了 他干什么呢 生更半夜 滴了个包 从那个屋出来到这 我瞧瞧桌有事 要不然灵灵 不能给我送信 就见那老头啊 看看四下没人 往前凑了凑 趴下了 处里边喊 哎 小一 是我 清欢听着真真的 小一 是他 里边说什么 不知道 又听老人说 小一呀 我给你拿来了 接着啊 快点 多吃多喝 身体棒棒的 吃得饱饱的 将来出去 好有劲 把东西 戳 不知道从哪儿逻下去了 老人这才直起身子 踢了踏了踏了 又回那小屋了 哦 是不是王小义 太湖石这 甭贵 着实太湖石那有地牢 我怎么能看看呢 可惜我的功夫不行 我要有功翻枪梗 给我跳到那边 瞧瞧好不好 哎 等玲玲消息吧 一会儿把门开开玲玲过来 玲玲跟他俩比划了半天的 临身折头再眨巴眼啊 都弄清楚了 告诉他 我们那三元将就在太湖石下的地牢内 马匹在那边 弄得挺清楚 哎呀 这是什么地方呢 不理解 不知道 哎 有地方就好 书中暗表 那院是谁家 正是英王神武将军余文虎的王府 林石王府 整个啊 连老武家在余文虎着 这是一个宅院 一宅分两半 中建格道墙 这是当初啊 新州大帅府 新州当初那个大帅府 因为可口军粮被上边发现了 他也发了财了 盖了个好府地 也被人家给免职了 免职之后 给赶出新州 这宅院留下 后来呢 有人就说了 说这地方太大了 应该隔开点 得倒出一部分 就这样中建七道墙 油钱一直倒后 花园也是一边一半 不过那边比这边要大 正好余文虎要帮助武镇南镇守新州 就把这个府呢 就给他住那边 被押那三个人呢 哎 就在太湖石下的地牢呢 书中安表 这三元将被押 哎呀吃了很多苦 为什么呢 你想啊 王小义那嘴不老实 蔡向南胡说八道 只有柴人有点休养 被勤之后啊 觉得自己呀 哎呀有个地方都要钻一举 可不能一头碰死 就凭我呀 少王千岁啊 弱大孙叔 我比人家这俩孙叔大一半 谁能想到被货遭勤身还带少 被抓之后 那余文虎呢也没太难为 就把他送到了地牢内 这个地牢不是他们建的 是当初新州大帅建的 当初新州大帅建的可不是为了压犯人 是为了压女人 那个元帅 好色之徒 抢来大姑娘小媳妇 就放在地牢内 怕在前面吵吵嚷嚷的被人知道不好听 给扔到地牢里到晚上没人时候 把他带上来 要是从了他 待几天把他甩掉 不从立即杀死 一埋就得了 所以经常压个三个五个的就在这里边 里边地方挺大 能有三间房子大小 还都隔开了 不过想要逃走是比登天还难 他是卧兜地底下 上边泰晤石有两个气孔 气孔很大 不透气不行 里边憋死了吗 有道下台阶二支洞 到台阶底下是个大铁门 台阶上边是个小门 小门箱在太湖石里 两旁边摆着花盆 还有小树 从外边是一点看不见 里边说话外边听不着 除非是趴在气眼中 你想啊 金环上哪能找到 小猴也想不到 今天 有人到这送东西 被小猴发现了 小猴告诉金环 金环再瞧见 但是金环 还弄不清楚 还有明天一晚上第三天晚上 金环呢就明白了 我得早早叫水仙睡 昨天那三株香可起了作用了 直到天光发放亮了 金环把香头给掐断了 香炉瓦拿进来 水仙 又还了好长时间 水仙才把眼睛睁开 醒了之后吓坏了 哎哟 我怎么睡觉了 我一睡觉 那个陆金环要跑了怎么办呢 我得看看 腿门一看 金环 俩冲里睡觉呢 小猴啊 趴在凳子呢 也睡了 哎呀谢天谢地 没事儿 第三天晚上 天焦定羹金环 又把香点着了 再看水仙又睡了 把香炉瓦送到头顶 他不要力大了 转身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好了 一拍小猴脑袋去 干嘛 今天呢 应该是善灵狱派人跟他联络 怎么联络 自己也不知道 猴得知 啥样他也不清楚 小猴蹭又走了 金环还趴在后窗户上 撕破窗灵尺往院里观看 桥楼上 棒棒 晃晃 二更已过 家家熄灭灯光 路上断去行人 万类寂静 满天星头 一钩鞋月 只见小房门自扭一开 打里边走出一个老头 手里又立一大包 哇 凉凉强强 只本太无实 到了之后冲下边喊了一嗓 小猴 小猴啊 小猴啊 宋吃的来了 啊 王小猴听见了 哎 好 老人家你送进来吧 是他 小猴啊 这个人把东西哭啾 往里一怼 捅 到底下了 老头啊 这才放心 转身 刚要走 蹭 就从旁边的铁树后边 就从旁边的铁树后边 拿走竿子一样 长长的驴脸 因为离得远 金环没看着 真长个阴阳脸 怎么呢 也不咱们长的 从鼻梁的这分开 这边是红帝 这边是白帝 谁呀 阴阳脸 他叫钱德花 正是渔王虎的狗头军士 这个狗头军士怎么发现了呢 这个老头谁 书中暗表 此人叫齐老师 你想有人叫老师就说明他太老师的成面瓜了 这个齐老师啊 是王府里的花把式 在这可不是三年五年了 十年都多了 是原来那个大帅的花把式 士隆花园的花 这花啊 长得这么好 由他亲自家节栽种施肥浇水 什么时候往前厅送什么花 那是不带错的 那么齐老师今天干什么来了呢 正是给三明堂将送吃的 给谁送啊 主要是王小义 他跟王小义什么关系呢 书中暗表 齐老师啊 也是内地人家住齐家庄 跟王小义的老爷齐标齐国远 在一个庄子又是同乡又是同姓 没出五福的亲戚 那也就够远的了 齐老师他的父亲挺有本事啊 是经商贸易的 八岁那年亲娘死了 续个后娘 这后娘的名字叫宋三夫 你说这个女弟怎么样 这宋三夫开始到家呀 哎哟 可能干了 精明强干 对孩子也好 这个齐老师觉得这个妈也不错 哪知道啊 过门没有半年就变样了 这个家伙一看丈夫出门做买卖 一去一个月没回来 他可就不老实了 勾引奸夫贾六 跟贾六啊到家里来了 就明铺夜盖 只瞒着小孩 这一天齐老师下学回来 到后娘屋里拉门一看 哎呀 这贾六在这呢 这贾六在这呢 这一天什么大抵 就在这anci世路下 就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听着这一天 我们下期的封锐 就能开足了 都是用着想来